哇這更慘的要死啊 餓兒子萊有病 又過了不久呢 前面不是講的這兩位是子余和子侍 現在是另外兩位啊子萊 那去問候的是子梨 後來子萊生病啊 喘喘然將死啊 而且他不是什麼身體畸形變化的 他就是快死了 在那邊喘氣啊快要死了 然後呢 妻子還兒妻子啊 他的老婆啊小孩啊子女啊 就當然一個人躺在那邊 已經放在木板上面了 那邊 那個三長兩短啊 土氣長啊吸氣短 就三長兩短 然後出氣多進氣少了 那當然那些都知道快死了 就我們知道就 全家人就圍在那邊哭嘛 歡而氣之 那他的好朋友子梨啊 跑去問候啊 跑去吊問啊 就看到一群人圍著他哭 結果就把他們趕走 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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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 不打化 然後山一邊去 不要妨害他化 不要妨害他化 他這已經要 這個叫出神入化 這個叫出神入化 修行人面對死亡啊 是神要出殼啦 要脫殼飛生啦 啊 要出神要出 出神就要進入化 入化 出神入化 進入造化 進入造化 之中 与上帝同在 出神入化 所以他現在要入化了 他現在已經生 就要出神了 要脫殼了 要入化了 你不要妨害他入化 不要妨害他入化 然後心態要正確 既然入化 化就是變化莫 莫測 就不要說我想要變成什麼 就看上天怎麼安排 安排而去化 所以你要回到無極理天就這樣 聊天就是無極理天 無有極限啊 一就是不漏兩端嘛 就是無極 聊天就是理天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聊天一樣 接受上天的安排 要讓你去 要變化成什麼樣都無所謂 隨便他變 所以 以其父語之約啊 然後就 靠著這個 門口啊 哇 我告訴你 就這樣子 他不是躺在床 快死了 就這樣 他跟他聊起來了 聊天 好朋友嘛 要死我來送你一程 以其父就是這樣 這個姿態 然後跟他聊了 說偉在造化 說偉大的造物主啊 又想要把你變成什麼東西啊 又將西乳為 要怎麼作弄你啊 又將西乳為 在你身上做什麼功夫啊 將西乳士啊 要把你放到哪裡去啊 士就是要把你送到哪裡去呢 要把你變成什麼呢 你要這樣畫了嘛 然後以乳為鼠肝乎啊 要把你變成老鼠的肝嗎 要把你變成蟲子的手背嗎 你看 說這種 開烏鴉嘴啊 人家已經快死了 你說變這個老鼠還好 變老鼠的肝 變成蟲子 昆蟲就夠倒霉 昆蟲的手背 我那麼不值錢啊 像以前那個百丈禪師啊 要歸空以前 人家問他說 哇師父啊 百丈禪師 建立整個禪宗規矩的嘛 叢林規矩 一日不做一日不死 那個偉大的大宗師啊 那弟子問他說 師父啊 你入面以後 要到哪一個世界去啊 他就指著 那個承諾說 我到那邊投胎做一隻水牛 他聽得傻眼了 變一隻水牛 所以一路為蜀肝乎 一路為蟲背乎啊 所以我們不是說 哎呀我功德好大 我將來要做大仙佛 不是 也不是我真的要去當蜀肝蟲背啊 或者我當水牛 就是就不在乎我未來嘛 根本就沒有未來 未來心不可得嘛 對不對 現在就不存在何況是未來 眼前就沒有眼耳鼻子的生意 你還擔心到下輩子的眼耳鼻子的生意嗎 變成什麼 然後還不就是虛幻的 就必有他因緣嘛 就讓你變成一隻蟲 也不過是要去度化那群蟲而已嘛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釋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 他什麼都當過啊 鳥也當過 大象也當過 蛇也當過 什麼都當過 當什麼都是菩薩 他不管視線什麼身都是菩薩身 指來曰 父母與子啊 東西南北為命之叢 他說一個孝順的兒子啊 面對父母親啊 孝順嘛 就是順從父母 東西南北為命是叢 那當然父母有可能是不孝父母啊 有可能是那種愚昧的父母啊 給你安排錯誤 就算是這樣子孝順的子女要盡可能的去順重他 何況呢 天地啊 陰陽於人嘛 陰陽就是講造化 造化者 不次於父母 那就是我們真正的父母啊 我們真正的父母 造物主 上帝 老母娘 是我們真正的父母 陰陽都從無極而出來了嘛 無極生太極 太極生兩極 兩極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萬物 所以呢 這個無極太極 啊 兩極四象八卦 就是 就是我們真正的父母 而也是有大智慧的父母 大能力的父母 絕對高瞻遠足了 你想像不到的 所以說 他就是我們的父母啊 比敬無死 而我不聽 我則和你啊 比何罪焉啊 他說 天父啊 老母啊 這就是天父和老母 天父 老母娘 要認為 要認為 我該死啊 要我死 而我不聽 我不想死 我則漢矣啊 那我就是一個 明完凶悍之徒啊 就是個 逆子 對不對 就是個逆子 彼何罪焉 他有什麼罪呢 那是我錯了 那是我錯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 不順從啊 該失去的時候 就算失去性命 上天的安排嘛 我就接受 我不要說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說 不只是接受疾病啊 也接受死亡 所以逆來要能夠順受 說來簡單的 大部分逆來都是不甘不願去受的 不甘願你也要受啊 你甘願就要順受 順受就不同 就是順從天命 這一順受整個生命就不同了 就出神入化了 你不甘願你怨天尤人 那你就完了 我則漢矣啊 你怨天尤人的話 你就 你就 自 不是上天要懲罰你 前面講的 不能自解嘛 你就道玄了 你就顛倒了 你就顛倒了 你就被那種 得失心 抓住了 而且又得不到 對不對 不想失去 就會失去 想要得到 又得不到 所以痛苦不堪 福大快 在我已行 老我已生啊 亦我已老 喜我已死 故善無生者 乃所以善無死也 大快就講的 就是大地啊 大地 這個大地呢 我們活在這個天地之間 活在這個大地之上 大地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样 天呢就像我們的父親一样 天父地母嘛 他說這個大地的母親啊 載我已行 他給我一個身體 給我一個身體 好像給我一輛車子 載就是車子嘛 載就是好像車子載著我 讓我這個精神啊 可以駕著這輛身體的車子 在大地上行走 叫載我已生 載我已行 我有這個身體 好像 好像一個人 馬車夫有一輛馬車一樣 勞我已生 然後呢 讓我一生呢 讓我活著 就是要勞動 動物嘛 就是要勞動 勞我已生 越動越好 所以我們人不要懶惰 千行見君子以至強不息 能活著呢 不能懶惰 要活動 越動 所以我們大家不要說 好逸勿勞 哎呀我動不動就 我要退休了 我要休閒啊 我要養 我要安逸啊 能不動就不動啊 像我們當兵的時候 班長最喜歡罵那些班兵啊 叫你走路你就想站著 叫你站著你想坐著 叫你坐著你就想躺著 叫你躺著不如死了算 呵呵 有吧 當過兵的又怎樣聽到這個 啊 這個人就是這樣 又不想動 其實越動越好 生就是要動 要活生肌無限就是要動 動才有生肌 我們一般人都是求的就是 希望有一天不要動了 那你直接當植物人就好了 希望有一天什麼都不要做了 別談五湯家了 你就算邊談五湯家 你還是要動 邊談五湯家你就要去半道 要行功了願 所以要行功啊 要不斷的活在行動之中 老我已生 那才有生肌啊 但雖然這樣子呢 有一天我們會衰老 亦我已老 到衰老的時候你就會嫌疑啊 你一輩子該動的都動了 到老的時候呢 你才閒得下來 才閒得下來 你該動的沒有動 你到老閒不下來 百病重生 應該到老以後會閒得下來 樂以忘憂啊 要像孔子一樣樂以忘憂 很快樂 我該做的都做了 所做以伴 喚行以利 不受厚有 我不會再落到這種 生死輪迴裡面 不受厚有 我可以出神入化了 可以化掉了 所以說 亦我已老啊 亦就是悠閒的意思 那你必須要勞動啊 該做的都做了 所做以伴 該做的沒做了 你就會有病 就會疾病很多 疾病產生 所以我們活的時候 一定盡量的能做就做 尤其動啊 最好是動來行功 不要是動來賺錢而已 同樣是做 你賺錢不如行功 你賺錢會起貪心啊 行功會起慈悲心 那差太多了 慈悲心 貪心是做魔鬼的 慈悲心是做先佛的 所以亦我已老啊 喜我已死 那現在呢 我要死了 要讓我休息了 完全休息了 喜我已死 故善無生者乃所以善無死也 所以今天他可以讓我活得好好的 讓我誕生在這個世間 不費摧毀之力 我就得到全世界科學家 都創造不出來的一個 這麼精緻的 這麼精密的一個 一個機器啊 生物化學機器 對不對 科學家創造出眼睛嗎 人造的肝嗎 人造的肺嗎 都創造不出來的 一久的科學家都創造不出來 更何況是大腦創造不出來 既然可以費那麼大的心 讓我活得這麼好 那怎麼會不會讓我死得很好呢 會讓你活得好 就會讓你死得好啊 所以死的時候一定會給予你安排得更好 善無死也 所以養生送死嘛 這上天都會弄得好好的 不用擔心 要相信啊 相信上天呢 一定讓你安排得讓你心滿意足 只是我們不信而已啊 差別在這裡 你信不信 你還沒有生以前 你相信嗎 相信說我們會有一個 這樣子一個 全世界所有超級人才集合出來啊 都創造不出一個人的身體 白白送給你啊 白白送給你 然後用完了再回收 所以說善無死也 金大也駐金啊 今天如果說有一個大師啊 大也就講駐劍師的大師 大師級的 大師級的這個駐劍的老師啊 然後呢 駐金就是要 他要打造一把劍 那這個金屬啊 這個金就講這個鐵啊 這個鐵呢 就在這個爐子裡面 勇要啊 在那邊跳啊 跳啊 要勇要 說啊 我且必為墨斜 然後說 你不要給我亂打造啊 我一定要做墨斜 墨斜 就講乾匠墨斜嘛 就是寶劍中的寶劍嘛 你要把我做成一把寶劍喔 你不要把我做成一個菜刀喔 大也必以為不祥之金啊 這個大師一定認為說 哎呦 這個是邀鐵啊 自己會要求的 有沒有鐵塊會自己跳起來說 我要做乾匠墨斜 我不要做菜刀 不會的嘛 所以必以為不祥之金 不祥就是妖怪嘛 今一犯人之行啊 而曰仁耳仁耳啊 今天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有一個人的身體了 然後就說 上天啊 你要給我做成一個人啊 而曰仁耳仁耳 那博士上天就把你造成仁耳情 也許他下次把你造成別的仁啊 我就接受嘛 坦然接受 那不能說 我一定要當乾匠墨斜 我一定要當人 我一定要當有錢人 我一定要當漂亮的 我一定要當男生 我一定要當女生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好像那個 那塊鐵自己說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那造化者就認為這是不祥之人 叫妖人啊 對不對 妖怪啊 所以今一以天地為大鲁啊 以造化為大也 勿乎勿往而不可栽 他說今天天地就是一個大鲁啊 就好像那個火爐一樣 然後我們就是火爐裡面的一塊鐵嘛 我們就被他溶解了 以造化為大也 以上帝呢 就當作這個駐金的師父 駐賤的師父 勿乎勿往而不可 那他要把我做成什麼樣子 哪裡不行呢 他要我到哪裡去 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就像那個鐵 入了爐了 你還要有什麼選擇的 你要相信啊 要相信造物主就是大也 就是大師啊 他一定給你造出來 根據你的材質造出最適合你的器物出來的 一定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自己意見這麼多 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無可無不可 誠然媚 要說啊 要看清楚啊 今天我們成一個人啊 今天我變成郭敏毅了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根本就是在床上睡著了 夢見自己變成郭敏毅 有一天我死了 就突然間從床上醒過來了 哎呦 原來那是一場夢啊 所以死亡 這一個有道之士 不過是夢醒而已啊 或一場夢醒過來而已 所以不要那麼自我 不要說我一定要這樣 我一定要那樣 要照自己的安排 自己的期望一大堆 以前梁慧王 梁慧王李贤下士嘛 他也奉孟子為上兵 所以他到處尋往這些賢 賢達之士 然後他就打聽到說 有一位得道高人啊 隐居在深山裡面啊 叫做徐武鬼啊 然後他就派了使者啊 去邀請他出來 邀請他當 國王的老師啊 或是當宰相啊 當大官 要替他治理天下 梁慧王就非常理賢下士 要奉為上兵 可是徐武鬼都不理他 不接受他的征召 然後有一天啊 喜出望外 這徐武鬼突然間 從深山裡面走出來了 跑來找這個梁慧王 梁慧王好高興啊 他說先生你是不是住在山裡面 日子太苦了 活得太辛苦了 當然了 住在山山裡面就是參風引路嘛 參風露宿的 當然日子辛苦了 因為梁慧王想說 住在深山裡面 不像我們現在住在深山 還蓋個房子啊 以前住在深山裡面 就是住在山洞裡面的 然後 那是不是日子太苦了 以國王的想法 就是日子太痛苦了 所以要過來 享受一點農華富貴了 這徐武鬼說 我痛苦什麼 國王你才辛苦啊 他說你活著呢 無非就是滿足自己的慾望嘛 那滿足慾望的話呢 就會有好惡的情緒 慾望的 他這講得很好啊 你滿足慾望 你就情緒很大 因為我喜歡我討厭 你的情緒波動不安 有好惡之心啊 就會傷害你的性命 就會傷害你的心 傷害你的靈性 讓你失去慈悲和智慧 失去慈悲和智慧就會淪落為魔鬼啊 所以你痛苦啊 你享受農華富貴 就又失去 失去自己的慈悲智慧 失去靈性 那你不享受的農華富貴 你的肉體又不快樂 我們人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大部分人都這樣嘛 要嘛就是滿足肉體的快樂 然後失去靈性 要嘛就是說 我要放棄我的慾望 我活著不快樂 我要來守護我的靈性 所以很難兩全啊 所以一般人就不羡慕修道人 就是修道人就沒有快樂嘛 沒有快樂 道德高尚沒有快樂 而世俗的人呢 沒有道德但是有快樂 那你要選擇什麼呢 所以兩難嘛 陷入兩難 所以他說你才辛苦啊 永遠活在陷入兩難之中啊 不知如何取捨 這楊慧王覺得聽得很有道理 就說垂頭喪氣了 然後這個徐無鬼就說啊 看他垂頭喪氣就說啊 說國王啊 我跟你講我有像狗之術啊 我懂得餵狗看相啊 他主要說知道 楊慧王以賢下次 所以用像狗之術來告訴他 什麼樣像人啊 你不要光以賢下次 這個人是不是賢 是不是士 你都不曉得 所以要你光喜歡養狗啊 這個狗是好狗 壞狗你都搞不清楚 你花一大堆錢 買了一隻爛狗 進來都不曉得 你禮聘了一大堆那種 下等人才 你還當作奉為上賓 他就用像狗之術呢 來教導這個楊慧王 要怎麼樣子 正確的理賢下次 知道誰是賢士 然後才可以去理喻他 他說狗有三種啊 分作上品 中品還有下品 就像我們 人才也有啊 上等人才 中等人才 下等人才 他說下品的狗啊 甲巴捆棍巴夾 吃飽就好了 吃飽就愛睡 因為很多狗叫 吃得飽飽就在那邊睡覺 這下品的狗 要不然就是吃飯的時候 精神很好 吃飽以後就睡在那邊睡覺 大部分狗都這樣子 下品狗 以人才來講也是啊 神經光想滿足欲望的 對不對 直接看他就是啊 看五笑咪 口夾 現在我們很多 那種 那種這個 社會賢達人士 都是這樣子的 不得以工作賺錢 其他時間就交際應酬啊 包括這些當官的 就一天到晚就在交際應酬的 很多的 做生意也是交際應酬啊 然後到夜店啊 到什麼 等而上司者的 中采階級就跑夜店 販夫走足的話 就在路邊攤 旭湯 幾湯 幾湯 零酒 唱歌 就這樣過日子 然後吃飽喝足以後就去睡覺 就是下等狗嘛 就過這種日子 他說中等的狗 中品的狗啊 目若是日啊 中品的狗啊 他站在那裡啊 他不是像一般狗啊 吃飽就攀在那裡了 他隨時 站在那裡啊 那個眼睛啊 好像看著遠方的太陽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狗 我有看過在店上面 有看過那種百萬名犬啊 站在那邊都這樣 眼睛都看著遠方的太陽 有一位上仰 這是中品的狗 教你們怎麼選狗 中等的人就是 中等的人才就這樣 他志向遠大 他不是整天光想說 哎呀 吃喝玩樂的啊 很多道心啊 來佛堂上課 就 又回家看電視 聊天 講話 唱歌唱卡拉OK 臨酒 臨酒 現在不能臨酒的臨酒 泡咖啡聊是非 然後呢 然後就這樣 一邊吃零食一邊看電視 然後也像人家那種目若是日 自向遠大 自在遠方 所以 看人才 看眼神就知道 但你也不要裝這個樣子啊 就是他的心啊 自向的人 不是光也滿足眼前的欲望就好了 自在遠方 這個就是有自向的 就是中等人才 中等的目若是日 用這個譬喻很好 因為我們看得到有的 真的有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狗 沒有啊沒有注意啊 我以前有撿到一隻狗就是這種 財犬啊 我永遠都記得 二十年了我還記得他 但因為是撿到 我送到警察局 後來我都後悔了耶 而且警察局找回來 已經不見了 那隻狗就是這樣 永遠保持那個 莫若是日 人才也是 真的一等人才 不是一等 中等而已 中等人才 就是莫若是日 然後上品的 上品的狗 若亡其一 這個一假的就是生 若亡其生 就是忘記自己 忘我 放空啊 忘我 他也沒有自在遠方 也沒有說滿足欲望 他叫忘記自我 所以 以我們道采來講 一定臨宅啊 就是忘我的 因為想 就像這邊講的 對不對 上天怎麼安排都好 沒有自我 犧牲奉獻沒有自我 忘我的 好 所以這一等人才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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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講到